我们的团队作为我们在来届社群团的改选中 我们提出了四大政纲 当然刚才我有宣布我的竞选踏当 就是王俊瑞是我们的树里团的候选人 林俊荣是我们的总律师候选人 还有各自来自不同州属 不同族群 不同肤色的整个团队 社群团团队 我们要迎战下一届的大选 所以我们要从现在开始准备 所以我们有提出了四大政纲 第一 我们坚持废除大专法令 大专法令是一个恶名昭彰的法令 他在1970年代被推出的时候 他只有两个目的 第一就是打压血运 第二就是迫害血运领袖 而这个法令 其实社群团一直以来的立场都只有一个 包括在上届大选前 当我们推出年轻人的竞选学员 我们也是提出说 我们要废除大专法令 所以我觉得社群团应该继续 所有废除大专法令的努力 我们会成立一个小组 我们甚至会朝你一个新的法令 来成交给高教部 让他们可以直接的用这个法令 来代替大专法令 因为废除大专法令有几个很深层的意义 第一个就是我们要还以前被迫害的血运领袖 一个公道 第二个我们能把参明大马政府跟以前的政府区分掉 第三个如果我们废除大专法令 我们也能让大家看到 现任政府对待血运是非常开放 非常开明和非常进步的 这是第一 第二如果我们社群团整个团队我们胜选的话呢 我们也会推出统一大学招生制 现在我们都看到很多问题就是中六生或许 寒窗苦读两年后他们拿不到属一的科系 拿不到属一的大学 而预科班学生相比之下或许比较容易拿到属一的科系和属一的大学 所以为了纠正这个政策偏差 我们社群团主张了统一大学招生制 我们要让整个就是招生制变成统一 我们要让没有再次中六生 比如说变成二等或者预科班变成优先 我们要让整个东西变得制度化 还有变得统一 当然这个东西我们也清楚 反对党国民意志一定会把它炒作成种族课题 我在这里再次强调 我们要整合大学招生制 从来都不是一个种族课题 根据我从辟利州教育局所拿到的数据 今年在辟利州在中六在STPM的考试当中 有超过20位物译同胞拿4.0满分 然后也有很多马来同胞就读于我们的中六 然后进国立大学 我相信前几天我们的高价部长的Dotus Rizambri 已经有回到了 超过77%的马来同胞就读了中六 是进入国立大学的 所以当我们说我们要整合 我们要统一这个大学招生制 其实我们是提供更多的机会给我们住在甘榜 住在郊外 住在乡区的学生 住在乡区的同胞 可以有更公平的入学机会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就比较对内的 那就是重整我们党内的政治教育 现在我们党内有很多新生代 尤其是2008年加入过后的呢 他们不怎么理解我们党的斗争理念 斗争历史 所以我们必须重整我们的政治教育 如果我们胜血 我将会委任我们的政治教育局主任 我们会拟定一套新的课程 我们要让所有进党的人 除了physically进党 身体上进党 灵魂上也要进党 而不是变成行私走肉 你完完全全不知道你加入什么政党 你也不知道为什么火箭 为什么那个是有蓝色红色跟白色 你也不知道火箭 一直是1966年3月18号生日的 这是非常不合理的 所以我们必须做出一个非常完整的课程 我们要确保我们的新生代 全部都受到这个政治教育 第四点是最重要的 那就是我们社群团必须担起重任 帮党就是招收青年才俊 招收人才进党 我们的行动党秘书长陆兆福时常所说的 行动党跟其他政党最不一样的一个地方就是 我们的新陈代谢是非常强的 意味着我们必须随时要有接班人 是可以随时接班我们整个团队的 大家可以看到 好像今天我竞选总团长 我是霹雳州的周围 我的署里团长候选人王俊伟 他昨天刚刚进入我们的雪州周围 我的左边总秘书的候选人 林俊荣 他也是深州的周围 这就代表说行动党 我们是讲到做到 我们有提供接班人团队的一个政党 可是同样的 我们当我们招收心血的时候 我们要确保 我们招收的是 自同道合 里面相近的人 我们不能招收 就是为了做市议员 为了做村长 或者为了做州议员 国会员的进来的年轻人 我们要招收的是 你要认同行动党 以前是捍卫三宝山 行动党是捍华文教育 行动党是捍卫多元留学校 行动党是捍卫多元文化 你必须认同党的斗争理念 斗争路线 你才适合加入行动党 而这就是色情团 我们打算在未来三年 所扮演的角色 所以最后呢 我呼吁我们的色情团代表 支持我们这个 监索创党理念 引领未来世代的整个政纲 让我们可以引领我们的色情团 走向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强化整个行动党 以让我们可以在面对 一直玩弄种族宗教课题的国盟的时候 变得事半功倍 谢谢大家